兔子受伤案例 第一次受伤 2016年5月4日早上 我丈夫把两只兔子放生在一户农家的门口 没有跟农家说 隔天下午我不放心去探望 农家说有只兔子被狗咬伤 而且那边的生活环境恶劣 于心不忍 把浑身都是泥浆的两只兔子领回家 名叫红枣的兔子下腹有血 和毛粘在一起干了 看不到伤口 本来想洗兔子 回家时兔子们还会跳跃 以为问题不大 就想缓几天再说 但接连两天喂食时 红枣都只出来看而不吃 第三天上午八点喂食时 怎么喊红枣都不出来 我感觉不妙 爬进兔窝 发现红枣已咽咽一息 马上用温水帮两只兔子洗澡 洗时红枣冻也不动 擦干后就检查两只兔子 此时红枣下腹的干血剂已被洗去 才发现红枣它的左边生殖器被狗咬掉了 我把红枣用一条毛巾裹住后 放电热帽上温敷 它还是动也不动 温敷两小时后才会动了 三小时后 它把身体挪出电热帽 我就改用五条毛巾包裹 不继续用电热帽温敷 我轻揉它脊椎两侧 并喂食艾草 它不吃 我喊它名字鼓励它 它才吃了几口 之后 我每隔两小时 给它喂食艾草鸡小米 并轻揉它脊椎两侧 跟它说话 三天后 它食量多些 我就每四小时 喂一次艾草鸡小米 不再暗揉脊椎两侧 也不用毛巾包裹它 只在它身下垫毛巾 这样又过了三天 它食量又多些 我就每隔六小时 喂艾草鸡小米 这样到五月底 它的食量已基本正常 就每八小时喂食一次 受伤期间 它无力站起 都是躺着进食 以至于后来食量正常 伤口愈合了 但腿力没了 连走路都不稳 它除了上厕所走动 其余时间一直躺着 后来赶它走动锻炼 它腿力才慢慢加强 六月初 红枣的伤口已完全愈合 并能跳跃 第二次受伤 从表象看 红枣已完全康复 所以不再讲究 什么都没 七月初 我先生买了盒豆饼 家人嫌太甜 都不想吃 于是我断断续续 喂兔子吃 七月二十五日 发现红枣 没精神不爱动 抱出来检查 发现愈合的伤口又开了 因为这次红枣体能还可以 就只注意不味甜食 没有暗柔温敷 约二十多天 伤口再次愈合 对比先前的记录 他们不仅换了毛 还长了肉 更健康了 前后二十五天比对 2016年7月25日 2016年8月29日 我现在一直注意 不给他们喂甜食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2016年12月20日 于福建近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